如何建造重量接近8万吨价值上亿的混凝土城管隧道呢? 这种难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不过工程师们想到了巧妙的办法 就是将180米长的隧道分为8个分段 最后再将这些分段进行拼接组装 他们计划在一年半的时间建造长达6.7公里的隧道 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从德国请来了经验丰富的专家 他们能够提供快速完成拼接模板的设备 这套设备可以在20分钟内让模板就位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但是购买模板的价格远远超过预算 因此中国工程师们决定自己建造一套高精度的自动化模板 最终经过6个月的时间用掉了近3000吨钢材 终于将这套模板制作完成 测试完成之后 这套模板将要被送到1600公里外的桂山岛 因为那里的3000名工人用了100天的时间 平地建起一座10个足球场大小的工厂 为了就是等待模板的到来 因为只要模板一到 他们每个月就可以制造出两根接近8万吨的城管隧道 现在用来建造人工岛的钢筒 也已经制造完成 他们需要将这巨大的圆钢筒 运送到1000多公里外的施工现场 需要5名工人在高空连续工作10个小时 才能将圆钢筒吊在运输船上 但这高达45米的钢筒 完全挡住了运输船的视野 即使对于有着20年航海经验的船长来说 也是头一回遇到 全部什么都看不见 驾驶员必须在两个旋 不停地来回船上来走动 只能从两侧 能够看见一点点过往的船舶 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现在将由这台可以起掉 1600吨的服饰起重机 来吊起这560吨的钢筒 这台起重机上装有专门 为这个圆钢筒定制的巨大正锤 它可以轻松加住钢筒 并且将它打入40米深的海窗 他们通过卫星定位确定好钢筒的位置 并且可以将精度控制在2厘米的范围 经过30分钟时间 这个巨大钢筒就顺利下沉到预定的深度 最终经过工程师 以及施工团队的所有工作人员 历时8年没日没夜的施工 大桥于2018年10月24日上午9时正式通车 它不是一座桥 而是能够充分体现我们国家 逢山开路御水搭桥的奋斗精神 更能体现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 以及自主创新能力 而那些参与港珠澳建设的工程师 以及工作人员 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学习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明星 感谢观看